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靠氧气平残的生活 据经纪人叮当透露 前半之前在医院加护病房住了三个月 因健保额度耗尽 现在转往一般医院病房 每月要支付约三万 约人民币6560元病房费 由妻子王雅涵全额自费 前男们和王雅涵都是在婚 他们第一次约会到日本居酒屋 他喝了两壶日本清酒就醉了 女方带他到饭店休息 留下纸条就离开 隔天早上再见面 他难忘女方穿着水蓝色长裙 从此正式交往 两人结婚21年 彼此互相扶持 这次前男们住进医院之后 据身旁有人表示 妻子王雅涵每天都到医院探视 帮忙料理擦澡按摩等 料理老公一切需求 也不时在身旁加油打气 他目前瘦了约3公斤 还需要插管 农历过年会在医院度过 但若是为了前爸健康好 家人都很同意 感谢观看